上次我们讲到,在何可代的穿针引线之下,陈虎和焦小终于化身成一位来自广东的大使长和秘书,两人来到丙120号,这个很秘密的何可代港的地下宫殿花天酒地的地方, 去找那个,自称是识得笑育华,而且和他关系非常好的女仔,彩蛋。 进来这个地方,陈虎几乎不相信自己能够见到的一切,他以为这一片好像都不属于自己国家的土地,好像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地方, 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切会发生在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里面。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丙120号,外面是平平无奇,而且除了门牌号码之外,什么都没有,人家眨眼一看,还以为这里是一个军事机关。 但是,进了去,沿着那个树林七兜八兜,那条弯弯曲曲的路,然后,来到一栋只有两层楼高的建筑外面的时候, 除了门口停下来的高级轿车,你还没发现里面有什么玄机, 甚至,入到那栋两层楼的建筑里面,里面的摆设都是好像一般的机关单位那样,你都发觉不到有什么不同的。 不过,当有人引着你,打开地下室的门,一走进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地下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巨大的地下室,地下的第一层,你就好像身处荒淫的罗马时代, 再落多一层,你就好像到了秦淮河边,鸣记云集的江南水乡。 啊,这帮人玩气氛,玩报纸,真的玩到绝了。 何可待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包厂,在门口插了个红灯笼,表示里面有人, 然后又熟练地,经过和那个妈妈的周旋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女仔彩蛋。 但是这时候,这个叫彩蛋的女仔,已经喝到有五六分的酒意, 说话都说得不是很清楚了。 陈虎于是,向着何可待洗了眼色, 何可待立刻叫妈妈来,买中,要买这个彩蛋出街, 然后就找了数,陈虎一看中单,哇,自己坐了成十分钟未久, 桌面上面只是摆了几碟生果, 但是何可待一找数, 签了那张卡的时候,居然是签了成六七千元。 他不敢叹一口气, 这儿啊, 真是一个,令你都不知道怎么说的小金龙啊。 当他们的车, 洗出了丙120号的时候, 那个彩蛋呢, 见到赵小的打扮和自己的差不多, 他将这个女警察官, 也当成自己是一个高级妓女, 于是靠他身边说, 嗯, 阿姐啊, 我躲在这里睡一会儿, 那些男人经常都摸来摸去, 搞得我睡都睡得不安稳啊。 说完之后, 他双眼眉上, 好像已经准备睡着似的, 一切装得下光明, 就已经被黑暗填缓了他的心的空间。 何可待将的车, 停在陈府他们的反贪局门口, 招手挥挥彩蛋, 见到你还没醒, 陈处啊, 他还没醒, 那怎么办呢? 陈府看一看彩蛋就说, 他还有个弟弟, 难道现在我们熬醒他审他吗? 不如这样, 索性, 找个女店开一间房, 给他睡个好觉, 明早再问他, 何代, 开房的钱, 你先掩住, 让我报到宵再还给你, 行不行啊? 小意思而已, 大钱我找不到, 这一排, 我都有很多不小财进帐的, 于是当晚, 由赵小勇, 就陪着彩蛋两个人, 在一间三星级的酒店那里睡了一晚, 而陈府呢, 就回到反贪局, 准备材料, 还有在想着, 到底第二天要怎么问彩蛋? 那一晚, 赵小勇和陈府两个人, 都睡不着, 同样睡不着的, 还有赵小勇的阿叔, 现在还是坐在, 管理这个城市的第一把交椅上面的赵棚丸, 赵棚丸这一排, 虽然, 他收到了暂时不允许他辞职的命令之后, 他稍微松回一点, 但是, 其实的人一直都没有放松, 他知道, 现在暂时的平静, 绝对不会长久, 说不定何时一场暴风雨, 又会向他卷过来的, 现在, 他首先要跟自己做好预备, 这一排, 他不断地和方浩施加压力, 给其他的一些事件, 等方浩要参与处理, 或者进行调查, 等他们疲于不命, 以来, 他也开始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势力, 无论台前幕后, 都跟自己说好说话, 希望能够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同时, 他也仔细地在想自己还有什么破绽, 有什么辩子可能被对方捉到, 自己的儿子牵涉到何启将他们这几宗大案里, 这边何启将已经死了, 那儿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将我这个老豆供出来的,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客双手和葛蒙蒙千万不要出事, 他在自己的别墅里, 又在仔细地想着每一件自己可能会被人成为攻击武器的事情, 那些机密的仗策, 已经秘密转移到国外, 葛蒙蒙消失了, 塞死了自己最大的一个缺口, 只要蒙蒙被他们捉到, 那我这边, 就除了香港之外, 没什么事害怕的, 但香港怎么办呢, 万一他们派人去香港去查我家上市公司, 这件事会不会出什么流汁呢, 赵棚远心里面最担心的那家上市公司, 仍然是92年底的时候, 何启将他专门带着财政局长马忠良, 拿着一份在香港收购一间上市公司的可行性报告, 当时国内这些有力的单位最时兴的, 就在香港或者其他国家买一些上市公司的行, 然后用自己的资金注入上市, 再通过在内地散布其他的消息, 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在股票市场里面炒作自己公司的这只股票, 这样, 很快就会带来滚滚的财源, 用他们的说话就是, 利用国家的资金, 找香港和世界的钱, 装入自己的荷包, 同时, 原来的资本也有大大的增值,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 这件看来是几方共赢的事情, 其实也有风险的, 赵彭远当时看完这个报告之后, 很为难地说, 嗯, 启掌啊, 你的主意多好, 至今都不成问题, 麻烦就是国家的财政部刚刚发了文件, 不让任何的部门在香港买殻上市, 你渡关啊, 我们不要过啊, 何启中说, 中央挡得住其他人, 但怎么挡得住你呢, 宏观调控, 是指宏观方面的调控嘛, 我们买殻上市, 放在全国一比来说, 又怎么算宏观呢, 最多是微观而已, 微观上面, 书记, 你有办法搞定的, 赵彭远想一想就说, 在香港上市, 如果用我们市的名, 动情好大, 中央马上就会知道, 可不可以变通一下呢, 我们再说, 当然, 董事局是我们的人, 但是不要用市政府的名义出面, 由第三方控股注册登记, 利用这个第三者出的名义, 这个第三者嘛, 最好就不是中国的公司, 但是怎么找一个可靠的第三者呢, 何启中一听, 想一想就说, 哎呀, 有办法了, 找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公司怎么办, 赵彭远听到马云点头, 哎呀, 好呀, 你详实说一下, 何启中说, 上次我出国考察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这样的朋友, 他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殖民地, 有一个叫做维尔克的岛上, 有一家公司, 这个岛在什么地方, 连地理学家都不一定知道, 更加不要说香港的媒体和中央, 这家公司, 我完全可以控制他, 赵彭远听到哈哈大笑, 好, 好, 英国殖民地的维尔克党, 他们想查都没得查, 大概连外交部都不知道有个这样的地方, 就用这家公司的名, 这件事可行, 可行, 不过, 顶峰上的事一定要谨慎, 维尔克党的这家公司, 在香港登记的时候, 不要留下地址, 报一个邮箱号码就行了, 这样就算有谁要查, 都只能查到这个岛, 也都找不到这家公司嘛, 何启将很佩服的, 哎呀, 赵书记, 我真的服了你呀, 如果不是你, 有谁想得这么好事, 这么周密波, 经过几个人一份密罗紧鼓的操作, 市政府出资收购了香港仿职一项公司, 再由维尔克党上的公司出面控股, 于是, 你间, 他就只禁发展一项公司的新公司, 在香港就挂牌上市, 最好景的时候, 他们每股就炒了十元, 哇, 当时, 赵鹏远何启将他们那帮人, 每人都执了成千几万, 财源滚滚, 使得他们如痴如醉, 那时候, 赵鹏远同样在这间别墅里面, 跟宋伟伟葛蒙蒙何启将, 一起饮酒欢喜, 当时, 自己为自己想了一条这么绝妙的招, 使得大家都在财源滚滚, 而不知高兴到忘乎所以到什么感的时候, 之间, 他就为自己当时想了这条招, 感到深深的后悔, 他知道, 当时觉得很自由的止禁发展有限公司, 现在很可能成了一个违反中央财政纪律, 挪用公款, 刑私舞弊的罪情, 不行, 不行, 自己一定要链断这条线才行, 于是他狠狠心, 拿了电话, 这段时间, 他担着自己的电话被人做了手脚, 所以根本就不在电话里面谈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过他想过, 这栋别墅外界很难知道应该是安全的, 他拨出个境外的电话, 讲了几分钟, 但他一点都不知道, 这栋别墅拨出的每一个电话, 很快就已经被人截录了, 而且这笔录音带, 很快就送到了方浩的手上, 第二天一上班, 赵彭院马上押了千钟过来, 赵书记, 你有什么指示呢? 我记得你说过, 检察院曾经打了报告来, 要求我们市委能够批地给他们起宿舍的事, 是吗? 是啊, 这件事拖了两年了, 你没头发, 所以我也没放在心里, 一直都没答复他们, 他们申请几多平方啊? 平地面积的两万平方, 包括配套设施在内的, 即刻批给他们, 而且上门办手续, 按照最低的标准收费, 将他们的报告找出来, 我签纸, 千钟一听, 马上明白赵彭院的用意, 赵书记, 临急抱佛将, 是不是迟了些呢? 万一, 我们虽然好热情啊, 但是人家冷冰冰的, 是, 现在人人都说实际, 你送地给他, 他会不要, 我才不信啊, 缓一的市委书记, 他可以这么爽快地批这块地, 房改好快就要来了, 你帮美帮车, 他们会不胆, 这件事, 就算帮不了什么忙, 都表示一下我对他们检察系统的友好嘛, 哎呀, 他们住着我批给他们的房, 再来整我的时候, 我看他们有什么感想, 是, 是, 我立刻去办, 立刻去办, 千中就马上走了, 赵彭院看着他背影, 他心里面, 又不禁暗暗地想起客商兽出来, 这个时候, 想找多个人帮忙, 做一件事都不行, 以前的客商兽是够了机灵的, 或者, 他这么拾行, 现在会不会和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呢, 只要他的口供没出来, 很多事情, 最后都只能够是事出猶恩, 差无失据呀, 在赵彭院这样担心的时候, 客商兽的确, 没有被赵彭院看小, 他已经是住处逢生, 化险为宜了, 各位, 现在我们再讲回客商兽, 他是给三个华人, 和一个西方人, 将他劫持出那个甘借园的, 在他炸云的时候, 他听到这帮人, 似乎, 是受了国内的一些很有势力的人指示, 要向他追查那本黑皮宝, 看他有没有福印件的, 嗯, 那就是说, 我一日不把这个福印件交给他们, 他们一日就不敢拿我的名字, 自从被他听了这件事之后, 他就真的懂得了很多, 于是, 在连续下来的那个星期, 那帮人呢, 又带他穿越了很多地方, 不过, 他自己搞不清, 自己究竟来了哪里, 只是知道, 鸡坐了飞机, 又搭了船, 应该呢, 已经连续穿越了好几个国家, 有时, 他们在海关那里正常过关, 那时候, 自己被人注射中间药物, 使得整个人显得有些混混恶恶感, 根本不知道怎么过去, 有时呢, 索性被人打暈了, 然后, 当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船舱里面, 在又暗又霉的地方, 度过了成几日几夜, 不过, 他很慶幸的是, 连续一个星期对他敲问折磨, 客伤受到没有说出黑皮堡的下落, 他知道, 自己一说出来, 那条命仔是实行冻过水, 而自己不说, 对方实是不敢要他条命的, 所以每当被对方打到忍不住的时候, 他就采取炸死那一招, 有时是口吐白满, 有时是抓紧, 对方真是惊着, 他这个又散又弱的人, 被他打死, 就不敢落那么重手, 于是每次客伤受, 就这样慢慢崖了下来, 这一日, 客伤受听到带头的西方人, 嘎咕咕咕的讲了一轮卫星电话, 然后回到来, 对那几个人说, 看来内地的国际刑警, 已经通知了香港的警方, 最近香港警方也都发散了人手, 周围的刮客伤受的鸟, 连何忠信也都被人监视着 所以看来又不能将他运到香港了 兜过另一条路 但是究竟兜过哪条路呢 那个人又没说 只不过他们跟着租了另外一架吉普车 然后沿着热带松林那些很颠簸的路 一路开过去 这一天 车开到中午了 刚刚来到树林旁边的时候 突然间公路两边的树林里面 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有几发子弹还打上了枪前的玻璃 除了司机之外 其他几个压解客商兽的人 全部都趴在座位下边 那个瘦瘦的华人就说 哎呀闭家伙了 红色高棉和政府军打上来了 我们夹在中间 客商兽听到这句话 才知道他被人劫持出来柬埔寨 那个肥佬就骂了 哎呀 哪个愚蠢这种主意啊 一定要把这个衰宫劫到来柬埔寨的 说不定我们个个都回不了去啊 那瘦佬就说 哎呀 不管这么多了 现在说有什么用啊 只有柬埔寨 我们才能找到地方 把他带进去啊 听着 谁能向我们开火 我们向哪边还击 冲过去 于是 那司机一一由门 一架车飞出 就向前开 谁知 架车刚刚一动 一支火箭弹 在树林旁边飞出来 噗一声 当堂打中汽车的尾部 整架车都被火箭弹牵翻了 客商兽只看到两眼一刻 当堂没了知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阵剧通 使得客商兽醒过来 这个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来到另一个世界 眉上眼再撮力看看 噗 这样才发现 原来自己未死 有三具尸体 压得他杀一实 他不敢动 怕着附近还有人 仔细听一下 除了小鳥叫之外 什么声都没有 他这样才在死人堆那里 爬起身 发现自己的全身都是鲜血 除了脚上插了一块铁皮之外 噗 这么幸运的 那些铁片弹碎 全部都打在那三个人身上 自己没有受到什么伤 他将铁皮在大腿那里 拔了下来 原来用死人那件衣服 撕下来 包吊到伤口 再看看四周围 原来呢 那辆车 被火箭弹打中之后 整个车一抛 当堂滚了下来 山间 被一排大树挡住 哈 而自己和司机 以及那三个人 都一起被喜狼拋了出来 是这么幸运的 那个司机呢 首先带在地上 客伤手插在背脊上边 然后那三个人呢 才插在他身上 那些弹羽 还有碎片呢 大部分都陷在那三件死尸的身上 自己只是受了轻伤 背脊那里呢 有个人垫着 哈 搞得他奇迹地生存下来 哇 这次自己真是够了大命啊 他即时四周围找一下 突然间 在那三件死尸的旁边 一个黑皮箱 打在地上那里 他就把皮箱拉过来一看 里面有几本护照 一碟尾钞 和一支左轮手枪 哎呀 老天爷啊 原来你现在 还不想望我客伤的手 哎呀 近利云 看来我有救了 他在心里 闷闷沉沉地祈祷了一阵 然后 马上又炒炒车上的行李 在一袋 没有被烧烂的行李上面 找一件干净的衣服 自己换了下来 拿着皮箱 捐入松林里面 客商寿的心情 现在都不知道多么兴奋 当然 他知道那块美金 是绝对不够自己 另外一个国家 能够生存到下半世 更何况 还希望能够有个安安乐乐的生活 但他一点都不怕 只要找到个落脚的地方 自己能够变换到个身份 马上他就要打电话 给邵玉华 因为邵玉华身上 还有三张美金的信用卡 都是香港的 只有他和邵玉华两个共同的签名 才可以将那些钱拿出来 又或者 将那些钱转到一个 安全国家的银行里面 然后 凭着那几张信用卡里面的钱 自己就可以和邵玉华 安安乐乐地生活在后半世 照我打个电话去 我的娃娃 他一定会来救我的 于是 客商寿就这样 带着他的希望 消失在柬埔寨的松林里面 各位 那究竟陈府他们 能不能将客商寿 逮捕归案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